美國知名的教育家、哲學家杜偉曾經說過 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 牛津、堅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 這些校長之中,有不少人在某些學科上有卓業的貢獻 但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夠領導那間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 除了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到第二個 而究竟這個被譽為學界泰酒、人世皆無的北大校長有什麼成就 今天就一起來探討一下吧 蔡元培先生出生於1868年1月11日,是浙江少慶人 亦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主義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思想家 蔡元培先生17歲院士合格後成為秀才 23歲成為舉人 24歲進士及弟,就被秀為漢林院樹吉士 28歲通過北京應山館考試後成為漢林院偏修 其實他大海沿著這條既定的司徒邁進、平暴清雲 製身達官顯貴的行列 但在親力變法失敗後,令他對清廷失望 毅然離開了漢林院 在1907年遠赴德國留學 三年內選讀了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心理學、美學等四十幾科 孟國元年,蔡元培先生在辭去教育總長職務後 攜眷女居德、法、兩國 最深研究教育、哲學和美學 另辟契徑,尋求救國的新出路 先生十分注重研究德國的教育制度 翻譯了很多教育家的著作 啟發到他在就任北大校長期間 積極推行教育改革 主張校訪德國的大學制度 提倡民主和科學的思想 實行交修自校、民主管理 北京大學在1898年創建 前身是公司大學堂 蔡元培先生在接任校長前 校風腐敗不堪 學生只是一心想做官 而學校逐漸就能為販賣官職的機關 有經及此 蔡元培先生上任依此 就證明了大學的宗旨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提醒學生 大學是一個追求學問的地方 他亦向新生學子提出三點要求 一,是抱定宗旨 二,是希望學生真是為了求學而來 而不是只顧著玩,去到光陰 二,是抵禮得行 二,是鼓勵學生要嚴格地要求自己 奮法向上 三,是敬愛師長 他在任期內提出狼括大典 網絡眾家、思想自由 兼容併包的教學方針 同時,他也提出五欲並舉的教學主張 五欲,包括軍國文教育、實理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 在任六年期間 蔡元培先生不拘一格地革身不帶 開學術和自由之風 亦到處邀請代表不同思想的知識分子 成為北大的教授 好像胡適、魯迅、陳禄秀等 從而令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 而今年元培節的主題是 兼容併包 這是蔡元培先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教育思想 兼容併包 意思是指對於每一個學說 一律採取開放的態度 進行思想自由的原則 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即使學說之家互相矛盾 都可以並存 蔡元培先生希望學生不要固步自風 勇於踏出自己的舒適圈 廣泛地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 廣闊自己的眼界 同時要本著摘線而從之的原則 通過分析和比較不同的知識 選擇適合自己學習的材料 逐步耐花成為自己的學識 令個人有所成長 從而做到邁向卓越